我現在進來校本部了 考師長可能會有點怕 可能是身份不一樣吧 繳學費 原來我的註冊費要 一萬兩千七十塊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要繳學費 我是不是有點太幸福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倩山 之前有和大家提到過 我發現自己對心理諮商相關的有興趣 而且也跟頻道內容是蠻符合的 所以我決定報考諮商相關的研究所 那因為我其實已經大學畢業好一陣子了嘛 所以我也不想要浪費時間到9月才開學 我決定在2月也就是現在下學期 就直接先提早入學 所以這支影片就想要做一些 開學的零零種種的紀錄 因為我後來想想就覺得自己 其實是一個蠻幸運的小孩 我自己過去在當學生的時候 其實都算是原生家庭供應我的 但是這一次呢 是我出社會後 揮鍋想要再進修 那當然什麼都需要靠自己嘛 所以我想應該會和當年當學生的感覺 心態上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開始吧 有學籍啊 有學籍啊 聯絡人 今天天氣很好 耶 拿到學生證了 哈哈哈哈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要上網填 新生報道資訊 我原本想說啊就填個資訊應該還好 結果填下去才發現也太多了吧 看這裡就有學籍啊 聯絡人 興趣 然後還有心理量表 健康資料什麼的 超級多 總之我覺得這其實也是蠻必要的 因為他要一開始先了解你嘛 然後裡面還有像是一些學校的資源 然後他怕你不知道 考過之後你才能完成這個新生報道 接下來呢就是開學的重頭戲 那就是 繳學費 原來我的註冊費要 一萬兩千七十塊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要繳學費 我是不是有點太幸福了 第一次要自己繳學費的時候 才發現 小時候當學生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在介意說 我的學費到底什麼時候繳 我從小到大的註冊單 都是爸爸催我給他 然後我也沒有想過 原來註冊要在開學之前 聽起來蠻合理的 就是原來開學前要先繳錢才能上學 這就是要跟爸爸說聲辛苦了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開學日 那在開學日這一天呢 所有的新生都要到學校去做健康檢查 那健康檢查其實對我來說 心情也是偏複雜 我其實沒有想到原來 開學除了繳注冊費 竟然還會有這些額外的支出 另一方面又覺得就是 其實出社會之後 在前兩年的時候 我曾經自費去幫自己做了全身的健康檢查 那一次呢花了我好幾千塊 所以這一次呢要去做健康檢查 然後才看到說 哇賽原來只要760 又覺得很便宜 總之 我已經換好衣服 然後是長的一副學生的樣子 這是我第一次呢要以學生的身份進到學校去 相信那個心情應該會蠻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GO吧 YA 我現在進來校本部了 其實呢 我來清大拍片也好幾次了 這個草皮我非常的熟悉 但這一次就是 把GoPro拿出來讓我覺得超級害羞 又有點害怕的感覺 可能是身份不一樣吧 就之前來的時候想說就拍片嘛 就很像就是一個社會人士進校園 然後現在就是 考師長可能會有點怕說 他們會覺得我這個學生怎麼樣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心情很不一樣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我要先找到我要去的那個大樓到底在哪裡 因為清大 很大 我要上公園樓 我要上公園樓 要上公園樓 我要上公園樓 就算上公園樓 都順著我 我做完健康檢查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去拿回我的大學畢業證書 然後還有領學生證 好 這樣就可以了喔 欸 那我的畢業證書的話 3月的時候會還到西藏 好 西藏會再轉交給你們 謝謝 耶 拿到學生證了 但是我真的很後悔 當初交資料的時候 他說要交一張什麼就是大頭照 然後我完全就是很初心的 完全沒有想過他是要拿來做什麼的 交了之後才發現哇塞 應該就是學生證這樣的照片 好 所以今天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辦完了 接下來我要趕快回家念書 因為明後天就真的要進到課堂上 第一次見到我的同學 然後最扯的是我的第一堂課就要考試 所以呢 我要回家念書了 GO 早安大家 我現在其實很緊張 今天又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呢 是我正式第一次要去上課了 等一下是我第一次見到同學 然後因為我的年紀又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我也怕 也不是說合不來 就是怕 就是 對 就是怕 因為我是下學期入學嘛 然後說實在的就是只有我是新生 應該是很少數 我不確定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但是大多數的人 他們其實都已經認識至少一學期了嘛 所以 就是一切都不確定 我也不知道同學們是誰 然後念這個科系 主要是到時候很多課可能還需要分組啊什麼的 那可能有些課可能別人上學期已經分好組了 或是大家都交到朋友了 那我接下來應該如何自處呢 嗨 大家今天第一次上課呢 結束了 然後還蠻驚喜的 有很多驚喜 有很多意外 很特別 但是還算是順利的通過了 順利度過一天 然後現在呢 我要趕回家見片 最後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次開學的心得 因為開學到現在大概也已經過了兩個多禮拜 我也慢慢的熟悉現在的學生生活 那首先第一個呢 想要分享的就是心態上的轉變 就如同剛剛前面講到的就是我這次呢 自己去繳了學費 所以更有一種就是是我自己要去學的 我自己花出自己的金錢去投資的感覺 然後除此之外呢 也有說到就是 哇 竟然還要繳健康檢查費用 還有學分費要繳 重點是 我完全錯估了一個叫做書本的費用 每一堂課上課之後 然後老師說要用哪一本課本 才發現自己還要再多去買那些原文的書 那這些書其實也是一種知錯嘛 所以就更讓我有感覺就是 可能對於我的同年齡的人 其實大家幾乎都是在職場上工作 所以呢 我自己自願要回來當學生 除了我少了那個薪水本身以外 我還要多投資學費以及這些零零種種的費用 這些一贈一負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那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的時間成本以及親錢成本 因為是自己付出 所以你就更有感 你就會更加的珍惜這次的機會 所以在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跟過去在當學生的時候 心態還是會比較不一樣 這一次就會覺得自己要更把握 所以以前可能會很注重的是 老師成績怎麼打的 然後要如何取得高分 可是現在我更重視的會是 這堂課到底能夠帶給我什麼 然後這堂課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學的 第二個就是文組跟理組的差別 因為我剛好以前念的是理工課嘛 所以我念過理工課的研究所 然後現在又來念文組的研究所 我第一次這麼深刻的感覺到差異 以前理工課的開學第一週 大大會是這樣的 見老師長什麼樣子 接著看老師是不是會上課點名 再來就是看期中考什麼時候 不知道我期末考什麼時候 然後書本是用哪一本 然後就下課了 老師就會幫大家下課 所以我原本是帶著這樣的心態來到這一次的上課 原本以為我開學第一週應該每天都會很早的下課 結果並沒有 文組的課呢是這樣的 一樣是去看老師長什麼樣子 老師自我介紹 這段就會有一段時間 接著他會說他的評分標準 然後這個評分標準呢分了非常多細項 重點是所有的細項裡面沒有一個是考試 全部都是報告 首先會有分組報告 再來是你個人要去做的小研究 可能期中的時候就要交一個期中心得報告 期末的時候再做一個期末總結報告 就零零中全部都是報告 第三個就是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更focus在一件事情的本質上 其實我這次要回來念書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說 哇先生你怎麼這麼勇敢 然後又要回去當學生什麼的 雖然當學生或者是像腳駐車飛什麼的 很有一個儀式感 好像自己就多了這個身份 可是其實對我而言 我從一開始想要來念這個學位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我想要學習這份專業 而且這份專業就真的是我現在 YouTube頻道上面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認真想要學這個本質 我才來的 不過我其實沒有想太多說 我以後變成學生會怎麼樣什麼的 當然還是有做一定的評估啦 只是說我好像不覺得它會是一個阻礙 而是遇到了在說 然後兵來降黨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能準備的可能就是 那樣子很有限 不管我們準備的再好 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還是有很多都不在我們準備的範圍內 所以這本來就是這世界上的不變的道理 所以我們好像也只能調整自己的心態 如果明知道未來都有很多挑戰在等著我們 那我們好像也就只能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勇於的接受挑戰 所以這一次呢 考上研究所其實是我一直很想要做到的事情 可是真正開學的時候我當然也還是很緊張 我沒有念過文組 我不太知道文組的教室會是什麼樣的氣氛 同時我又是下學期才入學 所以我也不知道同學間的感受是什麼樣子 但是後來經過了這兩個禮拜的相處 我發現其實也沒有這麼的可怕 有時候那些恐懼感其實是來自於 你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害怕而已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也蠻幸運的 我自己到了班尼之後呢 就有新的同學來和我打招呼 我要感謝所有頻道的觀眾 就有一些觀眾 然後把我的影片拿給我同學看 所以同學其實有認識我 然後在我們這一屆的同學裡面呢 也有幾個跟我一樣提早入學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以自己的目標在前進 然後我其實也沒有這麼的可怕 也算是我很幸運遇到了一群跟我一樣的同學啦 還有就是也要感謝三粉圓們 就是在我說我考上的時候呢 也有熱心的三粉圓和我說他的同學 也是前兩年考上的 所以後來我就有跟那個學姐聯絡 所以有很多在開學前的一些資訊 也都是學姐大力的幫忙 謝謝學姐 所以我覺得人其實就是社會性的動物嘛 不是你幫他就是他幫你的 那也很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然後我也希望在我自己有能力的範圍內 也會想要再把這份好意善意 然後幫助給更多需要的人 嗯 好以上呢就是目前開學的狀況 那我也蠻期待就是真的讀了一學期 或者是讀了一陣子之後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近況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開啟鈴鐺 我們就下集見囉 拜拜